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够远 今天是第16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了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结构题的方法 咱们上一期 我给您讲解了结构体的定义 以及具体的使用 对不对 在那个例子里面 咱们仅仅看到的是结构体的属性 今天咱们给您讲讲结构体的方法 该怎么做 您学完今天这课之后 您会发现结构体越来越像类 您使用结构体跟使用类 几乎没有区别 咱们今天马上学习一下吧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为结构体定义专用的方法 该怎么做 马上进入实战演习的部分 今天的知识点 其实很简单 不是很难 马上看代码 好 咱们看代码的部分 一上来 package包 布写包 做 然后import format 这都是每期都要给您讲解的 对吧 接下来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咱们定义了一个 RECT 巨型结构体 具形结构体里面有两个属性 一个是宽 一个是高 它们都是int型 这是没说的 对吧 非常正常结构体的定义 接下来 咱们要给RECT结构体定义两个方法 哪两个方法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我先定义了一个 这是巨型 对吧 我定义了一个球面积的方法 咱们想想 你有了宽了 有了高 是不是这个巨型就能够宽成高球面积 对不对 那么怎么定义呢 大家请看 FUNK没说的 一个括号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结构体的实例 这个地方呢 可以用指针 也可以像下面这样的 直接写变量 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样的话呢 咱们可以直接引用到结构体里面的属性 对吧 这个地方 FUNK 然后呢 括号写上结构体的一个定义 然后接下来 是方法名 没问题吧 然后呢 是方法的返回值 接下来一个大括号 在大括号里面 您就可以定义自己的方法的内容 比如说 咱们求面积的方法 我呢 就用这个R点 对吧 因为这是个指针嘛 R点宽 乘以R点高 这样呢 就能够返回这个巨型的面积 没问题吧 另外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咱们还可以反 做一个函数 返回这个巨型的周长 对吧 大家请看 怎么做 FUNK 然后呢 把这个放 把这个 这个结构体 作为一个变量传过来 刚才呢 是作为指针传过来 现在呢 作为变量传 对吧 然后呢 是这个函数的名字 然后返回值 在函数体里面 大家请看 咱们怎么求周长啊 对 就是宽 加上高 然后呢 乘以一个2 算出它的周长 大家请看 通过这个方法呢 就给结构体了 定义了两个专用的方法 一般来说 我给大家说 一般来说 咱们方法是怎么定义 结构体 然后FUNK 一般都是这么写 对吧 对吧 这是一般咱们 其他语言的写法 对吧 然后在里面 再注意吞啊 什么那那那那 这个是一般的写法 我在结构体 这个大括号里面 去定义方法 不 这构言啊 通过我最近使用 我发现 它就是跟别的语言 不一样 对吧 它就是把这定义方法 放在之外 当然了 这是它的语言特性 而且我最近通过 用构言 我发现 它的语言好多特性 确实是标新立异 就是和别的语言不一样 但是也就是因为 它和别的语言不一样 它才能够产生高效率 比如说 类型的变得动态变换 不行 但得明确指定 对吧 OK 今后呢 我会给您开各种各样的 这个构语言 这个第三方库的一些课程 今天咱们先往下看结构体 好 咱们的定义了结构体 同时给这个结构体 已定义了两个方法 接下来该怎么使用呢 咱们看入口闷函数 大家注意看 一上来 大家请这个地方 我先实力化一个结构体的对象 没问题吧 这个地方传进来宽 高 十 四 没问题吧 然后大家请看 跟一般使用的类方法 完全一样 直接打出 二点 面积 二点 周长 咱们这样呢 就能够快速求出 咱们这个巨型的面积 以及周长 咱们马上运行 今天代表运行 我还是给您采用 这个Google的collab 我把代码拷备过来 然后今天我给您用的 这个go的版本 实际上 1.15.2 这个应该是当前最新的版本 拷备过来 然后再拷备上 咱们的主函数的定义结构体 以及球面积跟周长的方法 好吧 咱们写一个文件 没有问题 然后执行 咱们大家注意看 这是一个巨型 对吧 宽是十 高是四十 咱们算算 它的面积是多少 四十 对吧 十乘四 四十对吧 它的周长是多少 十加四 是十四 再乘以二 二十八 对吧 那么咱们控制它 应该输出四十和二十八 对不对 马上看结果 Go 出来了吧 没问题 咱们成功的定义了结构体 同时成功的定义它两个方法 并且成功的使用这两个方法 非常的方便 对不对 OK 接下来 咱们在这个地方应用的是结构体的变量 然后呢 我在下面呢 又给您做了一个指针的引用方式 大家请看 把这个变量的地址 附给一个指针类型 叫RP 然后RP 然后再调用各个方法 使用方式 是完全的和变量一样 如果您学过C++ 您会说 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写成减和加 那是C++ 对吧 它不是构原 构原在调用方法的时候 您会发现 变量和这个指针其实是一样的 好 咱们马上实验一下 拷贝过来 看看指针调用能不能成功 拷贝过来 然后咱们存成一个文件 好 然后马上执行 出来了吧 结果是完全的一样 上面是变量调用 下面是指针调用 都是非常的简单 对不对 而且我最近通过写些构原的一些个程序 发现它的速度真的是很快 我真的是越来越喜欢构原了 好 吹了半天 今天就是给您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咱们在构原中如何定义结构体的方法 希望您能够掌握 这个知识点 在今后咱会非常的常用 咱们一定要学会 然后我今天的代码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参照一下吧 好 那这期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